年轻人的苦,寺庙最清楚 这个不过就是一个噱头 年轻人受苦就不应该了 等年纪大,受苦更麻烦 所以年轻受苦没什么好抱怨 本身就是青涩 本身不成熟,各方面 碰壁是应该的 该交该交的学费 那么当然这个时代混乱 各种问题出来比较多 年轻呢,又好比较自我 主张 所以难免就出现各种问题 也就是相对说能成为小热门的意思 寺庙 它是个庙 里面是僧道 那这种人怎么好像 他清楚 好像又有的说什么都了解 静能通神 天地万物 我们一定记得先阴后阳 当你阳的时候 你是有阴的基础才可以 才叫阳 那虚浮的那都假的 幻想 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当你身体还没照顾好的时候 你想发挥精神的力量很难 有没有 有 那特殊的情况 战争年代呀 为了大爱呀 极端的状况啊 那奇迹也就是出现在这些人的事情 但更多的还是 能问 温饱都是问题 你还不能参风引路 那这个时候 你想要高大上 很难的 但恰恰四妙这种人 你看翻来覆去说 他有的人能做到 怎么回事 其实他更多的也是小圈圈的那个 但是 他画的比较 比普通人圆满一些 因为他是 时刻 自己都在静 那种七情六欲啊 沾染的少 所以他 静能同神了 就知道有些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追求那是你的事 那出问题 附带的更多东西都来了 所以追求该追求的 很多是没必要的 自取所需不取所欲 其实四妙 这些人呢 他不过是心境高而已 僧道在古代三角九流失 不是很高的 他没有那么多福气可想 只是个执意而已 所以 不要太高看 他们应试的这一套 世间的 什么东西出来 该怎么办 这些事 具体的运用操作 他也不会 只不过心境比较高 有的时候 就显得很灵光 杂七杂八的 他们就应付不了 但大的事 就那么回事 道理都明白 所以人家 比较静 你在那种磁场里 甚至你去 不用问 不用说什么 你自己有的时候 恍然大悟 也有 神灵抱有 其实就是那一方 净土 那个安静的环境 让你 能够跟真正的自然 天地水火 雷风扇则 风雨雷电 山河大川 不过就是这些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自然 你的肉身 身体也是其中的 各种元素的 有机结合而已 寺庙 很多都是 弱势群体 才去的 身体 灾 各种一难杂 这家庭的灾 不顺的 从小就 很多是不得已而去的